基層消防员昨天晚间在凯道举行国商日晚会 对于消防员从事高危险性的工作 却没有足够保障 提出了组工会等三诉求 参选总统的民众党柯文哲签署承诺书 而国民党侯友宜是由立委曾明宗来代表出席力挺 不过因为活动迟迟没有结束 遭到警方三次举牌警告解散 国庆日前的凯道 九号晚间聚集了将近三百位基层消防员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国商日晚会 成员在现场高呼诉求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出席晚会 表示政府不需要将工会当作对立面 柯文哲现场签署支持消诉会三大诉求承诺书 国民党立委曾明宗也代表侯友宜签署承诺书 台北市警方表示这是没有深准的非法集会 出动了五十名警力到场劝阻 不过没有实施强制作为 警方在晚间九点三十分进行第三次举牌警告 活动在九点四十分和平结束 记者谢震灵沙宴旗中建缸台北报道